我也知道 一定是 冠箭穿心 雪漏模糊 但是我想不到這麼快 以總統規格在檢驗 以總統規格在抹黑 以總統規格在打壓 以總統規格在追殺 以總統規格在圍剿 你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狗屁倒灶的抹黑 全部都出了我 但是 現在民主 在民進黨的這件事情 變成了一個全新的綠色恐怖 變成了一個全新的綠色獨裁 拜託 這是台中第二選區 不是在選立委 有沒有發現 不是在選立委 在選什麼你知道嗎 在選總統 寬恒現在你真的是 以總統規格在檢驗 以總統規格在抹黑 以總統規格在打壓 以總統規格在追殺 以總統規格在圍剿 你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狗屁倒灶的抹黑 全部都出了我 對我今天就看到最新的那個 抹黑的那個程度啊 我連講出來我都覺得丟臉 但是人家還是就是 照三餐抹黑啦 照三餐抹黑啦 我只跟他講一件事情 就去看 我們真的要讓這個抹黑的政治 這麼囂張下去嗎 不要 我們如果要打斷這個抹黑的政治 就讓誰當選 嚴寬恒 嚴寬恒當選 就是打臉這些抹黑的政治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 你現在所有的那些花招 對不對 打越兇我告訴你 都是謊言 都是謊言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最近有一個叫向欣的人 不起訴了 兩三年在台灣突然不起訴了 可是這個人啊 向欣這個人 你知道台灣還有多少人記得這兩個字嗎 在座人知道向欣是誰的舉手一下 都不知道對不對 大部分都不知道對不對 我告訴你 當年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有一個叫王立強的出來爆料 然後意思就是 這個韓國瑜拿了所謂對岸的錢 然後呢中間牽扯到一個叫向欣的人 搞了兩三年最後 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假的啊 假的有什麼用 假的有什麼用 請問 兩三年之後 告訴你假的有什麼用 選完了 這些狗屁倒灶的執政黨 一天到晚要抹黑別人 我告訴大家 我們看過太多了 吳敦毅的飛文錄音帶 搞到吳敦毅落選 現場庭當選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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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英的走路攻 對不對 假的 結果呢 一樣 黃俊英落選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不要再讓這種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如果今天寬恆 是一個 沒辦法接受檢驗的人 他早就被他踩在底下了 到選前這個時候 鋪天蓋地 什麼離譜的話 都可以講得出來 不只這種選功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一起來為寬恆 加油好不好 好 嚴寬恆 加油 嚴寬恆 加油 寬恆 加油 這個天氣已經變冷了 但是 大家 還是聚集在 台中火力發電廠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在這個時間 來到火力發電廠 因為 我們民眾的怒寒 因為 我們民眾 心中的不滿 我們 不希望 我們 接下來 最重要最重要的公投 被這樣子的一個惡意操作 民眾在意的事情 把它操作成政黨對決 把它操作成 親中反美 把它操作成 沒有是非 所以今天 志強議員 從台北 來到台中 要夜宿在中火 看到這麼多鄉親 看到高經委員 還有我們的議員 大家一起來 關心他 來愛護他 要陪他 一起在這邊 來做奮鬥 寬恆也是在地人 我就住在我們在地 龍井 大肚烏日 殺戮霧風 我是在地 實實在在 到現在 45歲都生活在這批土地的人 我們看到 我們鄉親 希望 只是一個安居樂業 希望 只是一個好的空氣 希望 只是一個 可以說 無衝突 顧屬肥 有發展 大家 互相幫助的 這個社會氣氛 但是 在現在的政府 在它的操作之下 不只是族群的對立 世代的對立 家庭的衝突 這款事情 經過一站 還有一站 尤其走到最后 我們為到我們的食安 我們為到我們的空污 我們為到我們的選舉的管理 大家驚集街頭 大家要靠自己的雙手雙腳 設計打招 來呼群 呼朋友辦 希望大家不要讓政府騙起 希望大家不要讓政府怪起 大家要團結一直 在十二月十八月的公民投票 可以拚到自己的意志 拚到自己想 為到這個土地打招意志出來投票 不要相信政府 政府所有邊做的這些八十月 來騙我們 我們愛的 是要讓我們的驚驚順順 有一個健康 安全的食品 有一個好的 我們自己的台灣牛肉湯家 我們基著的是萊克多巴胺 我們基著的是瘦肉精 不只美國有萊克多巴胺 世界各國的萊克多巴胺瘦肉精 都不准進口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要在一個公民的投票 我們要把公投跟大選放在一起 我們希望我們的公投 是一個可以充滿民意 可以是民眾共決 民眾意願的表達 因為我們的公投有門檻 所以政府刻意把公投跟大選拆開 讓我們的民眾投票的門檻 可能很難達標 用這種方式 要排除掉公民 直接 公民 一個意見的表達 直接民主的表達 這就是一種政敵的操作 我們知道 什麼人最早拿去公投 民進黨對嗎 對 公投誰最先提起的 民進黨對不對 對 誰在反公投 現在誰在反公投 民進黨在反公投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 民進黨 兩套手法 他不怕我們爬是怎麼陷 只要他可以 故意的政權 他可以繼續執政 不管用什麼樣的補助 用什麼樣的這些方法 他就是要來阻擋我們 他就是要來破壞體制 我們好不容易 台灣 中華民國 有走到今天這個民主 這是全民共同付出而得到的 但是 現在民主 在民進黨的這件事情 變成了一個 全新的綠色恐怖 變成了一個全新的綠色獨裁 你們大家有體驗有感覺嗎 有 我相信 大家都是有血有肉的 大家都是有感覺的 大家都是有是非的 官方全部參選 台中市第二選區 立法委員的補選 我也知道 一定是 關鍵穿心 雪落模糊 但是我想不到這麼快 還有五十天 還有五十天 這種攻擊抹黑造謠 就已經是 全所未聞 所有的安靜 官方都請就輸 我們交給司法 交給司法來裁決 我們希望選舉的主軸 回到候選人本身 回到地方 回到政策 回到地方的要求 候選人如何 能夠滿足地方民眾 地方選民的肯定 這是真正的一個選舉 所以說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台中火力發電廠 中火是全台灣最大的固定污染源 中火在我們海線 我們所發的電 要輸往全台灣 不是只有中部人在用 但是 我們就看到我的對手 另外一位候選人 直接說 如果 藻礁公投沒有通過 藻礁公投沒有通過 那一百三十五億度電 燃氣發電的缺口 要中火吞下去 中火必須 中火必須再負擔五百萬噸燃煤 我不曉得 他是在選哪一個選區的立委 要選我們海線團區的立法委員 竟然沒有站在我們海線團區 八市的需要 鄉親的需要 來出發 沒有為我們八市鄉親 來做要求 把全台灣的 用電缺口 強壓在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 讓我們台中市第二選區的民眾 必須要繼續的用廢發電 必須要在這樣子惡劣的環境下 繼續可能嚴重的發生 廢線來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必須要很堅決的告訴各位 我們拒絕讓中火再增加燃煤量 中火一定要減排 中火一定要減低排放 要降低燃煤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是我們鄉親最大的五毛 我們的萊豬 我們拒絕萊豬 是全國超過70% 鄉親的共同決定 所以在這一次的公投 我們一定要堅決的 全部的國人 大家一起站出來 要同意 禁止 國家採購 含萊克多巴胺的萊豬 全世界 不只是美國 只要含萊克多巴胺 我們都要拒絕 都不可以讓他進來 所以我相信 今天來到這邊的 大家都有共識 大家都有決心 大家會一起合作 我們希望在台灣 全台灣各地的鄉親 跟我們一起努力 跟志強議員 還有我們的高經委員 熊華議員 林軒議員 還有我們的里長 還有我們的執行長 趙欣兄 還有所有在場的朋友 大家一起 從現在到12月18號 我們四個公投案 四個同意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嗎 好 大家謝謝大家 謝謝